大家好 我的立场在抖音上已经表明过很多次 但是今天张三来和我一下 明天李四又来和我一下 层出不穷 语气中满满无奈 已经从大陆回到台湾的艺人李立群 在抖音再度发影片 就是因为这几张截图 被认为是李立群儿子的铺浪账号发文 写下今天我们家低头 不是因为在那赚钱 会配合你们是因为道义 不去拖累四部还没上映的电影制作方 李家永远都反共 另一个回复更写下李立群是我爸 他从来没挺过功 李立群出面替儿子喊冤 强调网路上流传的截图并非他儿子 但这样似乎还不够 李立群再度表态 只是即便如此 对岸仍然不买单 像是女性刘乐妍就拍片开轰 还在爆料自己影片被检举下架 疑似因为李立群女儿 刘乐妍痛骂李立群一家不孝子孙 更透露 有粉丝警告别再骂 不然小心电视台不给机会 但他不以为意 李立群啊 他就是害了所有的中国台湾演员 他就是坑了所有电影制片方 坑了我们这些在大陆拼搏 努力想要在这里扎根的台湾演员 我就骂他 李源源你在举报啊 刘乐妍气到不能再气 看来还会继续炮轰全家 李立群被骂双面人 表态话题继续消 TVBS新闻中一轮巡直台北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